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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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海军条约的一项重要定义就是要安装203以上口径主炮的军舰划入限制级 这样的话各国的次等最强战力重巡航舰便统统贴着最高标准装备8英寸主炮了 日本海军重巡的这一级别共实装过年种炮 分别为50倍扣进200毫米炮和50倍扣进203毫米炮 另外还有一种55倍扣进203毫米炮 最终仅停留在试验阶段 古音 轻叶 链机分别装备单装双脸200毫米炮 妙高级在刚刚建成是装备双脸200毫米炮 之后换装了新型的203毫米炮 1932年陆续建成服役的四艘高雄级会称为条约时代最强重巡航舰 其从完工服役之初就装备石门203毫米舰炮 由于1930年签订的伦敦海军条约对重巡的限制 最上级是打着轻巡舰舰的旗号建造出来的 建成之初安装的是三连装155毫米炮 带到条约废制战云逼近时 立马罗利便遇解 全数换装203毫米主炮 然而加成了的炮管也造成了些许尴尬 2号炮塔指向正前方时炮管仰脚步的低于12度 不然就会戳到1号炮塔的菊花了 本子实际完工的最后一集重巡递根 则将全部思索主炮塔都布置到了前价版 其后部船体则专制用于飞机作业 作为舰队之眼的此机重巡 装备侧重点显然已从舰炮转向航空了 与老式的200毫米炮相比 新式的203毫米炮装备更重的91式穿甲弹 拥有更强的穿透威力 外形尖锐的新式风暴 一方面提高了射程 另一方面却增加了炮弹受宁静炮口暴风的干扰力度 这使得高雄级主炮设计师的弹着点散步过大 在1933年的炮术演练中 该主炮在19300米距离骑射时 散步范围达到483米 而以往的200毫米炮平均散步不过300米左右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本子向德国海军取经 最终学到了严实设计的方法 其骑射时各主炮开火实际存在微小的时间差 这样可以减少炮口暴风的互相干扰 从而减小弹照点散步面积 除了主炮 大大小小的防空炮 本子重巡洋舰的逆向杀敌力气 则是鱼雷冰装 这些鱼雷发射器有双连装 三连装还有四连装 同时还配有鱼雷再装填装置 可以做第二轮发射 早期的重巡们转为8年式610毫米鱼雷 到了后期 通通换装了著名的930610毫米氧气鱼雷 这是一种射程极远 航速迅捷潜行隐蔽的强力大杀器 回顾整个二战期间日本海军的战力 除去大家耳熟能详的几次航母大四叉 在爪瓦 沙沃岛等日本海军为数不多的几次胜仗中 并非是本次寄予厚望的超级战舰们一驻擒舰 而是以重巡欠头的小家伙们的雷炮骑射 群力挽狂澜 当然更多时候往往是一雷定乾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海军加热器舰战列舰的建造被严格限制 重巡洋舰的防御布置就成了海军技术潮流的风向标了 所谓小一号的重巡 装甲后动自然无法和战列舰相提并论 但装甲大体的布置方式却又和战列舰一曲同工 动力舱 弹药库 指挥塔 重点部位还是得重点防护 相对的 日本重巡的炮塔防御则较为薄弱 前后左右都只有25.4号米 还不如陆地上的中型坦克 日本重巡普遍采用内清装甲提高了抗弹效能 之后的大规模改装中 在船体外壳上又加了一大圈防雷突出布 里面还填成了N多水密钢管 进一步加强了破损后 福利的保持力度 内缩的技术在日本战列舰的改装中也加入了 不过由于重巡的建宽较窄 防雷格舱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 面对愈来愈丧心病狂 连战列舰都能秒杀的大壮药鱼雷 重巡的这点格舱也只能当做心理安慰了 二战的第一巨舰撑伞的大和号 27、8节的航速对比其魁梧身材虽然也不算慢 但与重巡洋舰们33到36节的高航速相比就相信见错了 在莱特曼萨马海战队美帝护航航航的追击战中 正是这几节的速度差距引大和交队 重巡洋舰们抢下了难得的美帝航母人头 显然实战中高航速是战力得以发挥的前提条件 这一时期战舰的动力系统 主流使用的蒸汽轮机就是先烧开水 铲除蒸汽再驱动液轮 然而蒸汽在驱动一遭到液轮的过程中 总体压力在不断降低 为了更充分的利用不同阶段不同状态的蒸汽 优秀的军舰动力系统会分射高压中压低压巡航多组蒸汽轮机 另一方面 锅炉提供的蒸汽越劲爆 蒸汽轮机得到的动力也越强悍 最上级暗状的新式铝炮高温重油砖烧锅炉 蒸汽温度达300摄氏度 压力达每平方0.23公斤 总共免千440吨的动力系统 输出功率超过15万马力 平均每根61.5马力 相比每根48.8马力的高雄级动力系统 效率提高了26% 这使得最上级在动力系统比高雄级轻200吨的情况下 总输出功率还比后者高出了免万免千马力 果然科学技术才是第一区统业 分析了这么多 你认为这就是此次咱重寻技术篇章的全部了吗 就一样 战舰的设计并不是攻防速三大属性简单的加法运算 而是牵一发动拳声 故此必然是比 让天才们都绞尽劳之 偶心力血的bug修正大赛 在这期初步展示了日本重寻航舰的基本信息之后 下校下期 咱将进一步带大家渗入造舰之风们的视角 在愁出纠结成就崩坏的百味杂成中 天意性合格的战舰 是如何打造而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